今年至今,我感觉做得不错 还有些内险股 有朋友问26-28中人寿 问可不可以再上呢? 这个Jenny来的 但她没有说过买入价 中人寿有什么看呢? 中人寿相对上倾向看好一点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你见到其实 由去年12月到现在 大概这三个月左右 就是国企资金会比较 无论是市场资金比较倾向 甚至乎之前有全国国家的入市也好 其实一些相关的钱是比较集中报国企的 我想有两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 始终今次都是叫做 如果要升都是属于 尤其是二年年后这段 都是属于国策带动带起 就是升了好年 半年就铺牌下半年 有些相关的事件可以做得好 就是顺利一点 这个是其中一个都市场里面 有很多人估计的原因 但是可以走多远 就是到底能不能 升足大半年 还是可能三四月就没了 这个是大家都想不连的 但是第一层会升的应该是国企 那么就变成了他们 尤其是他们偏低还是偏低估值 就是买一堆可能高位跌了两三成 然后让它反弹 但是其实它再跌两三成都可以的股票 会相对好一点的 还有指示是明确的 比如你说中人秀 你现在这些位置如果跌到13.4 即13.3,13.4这些位置都失手 基本上你都可以叫做certified 或者叫做看错了 那就要stop 所以其实如果那个指示做得有纪律 就没问题的 我觉得都可以买的 对了 你向上看就看 16元左右 好了好了 嗨 嘿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